大家好 以下是网路电工为大家介绍 如果在车子上使用我们的平板或手机 连接我们车子既有的荧幕 来做个简单的卡OK播放 那我们要先大家说明的是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 车子上必须要有红白黄三个输入端子 那像纳日捷新款的车子休旅车 或者是像有一些有装飞来讯 有数捷电视接收盒的车子 这个时候呢 这个像数捷电视接收盒 它会有空白的红白黄端子 AV2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我们遼控器 把我们的荧幕转成AV2 或者是转成 让纳字级的车子它有AV输入 这些端子可以使用 那汽车有了红白黄AV端子之后 才可以使用以下的办法 那除了这样子以外 像HTC或者是Sony的手机 我们必须要像这样子 它必须要把我们手机讯号转成 红白黄三色的AV端子这种线 我们可以买这种线来装 那如果也是三星的手机的话 那现在我们这种三星手机 那我们呢就需要像这样子 把讯号红色的端子这边呢 输入到我们这白色盒子下面 它是HDMI的讯号 然后呢把它转成红白黄AV端子 那转到AV端子之后呢 再把它用一条线输入到我们的回音机 那我们回音机再输出到我们刚刚讲 汽车的红白黄 那也就是讯号从这边进来 然后这边出去 然后再进到回音机 回音机再到我们车子 这样我们就用我们车子 既有的荧幕音量 通通由车子来控制 那麦克风插在回音机上面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们也在这个时候 也可以使用一些车子的 既有的这个扁音器转USB的电源 来攻击这个回音机的使用 这样呢会比较方便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麦克风打开 它也感觉像麦克风打开的时候 声音是像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回音机 回音机或这个回音把它关小 回音关小的话 它会感觉像是像这样子 那我们把回音锅慢慢向右边关大 我们这边回音就慢用慢用慢用 那我们把它看到適当的这个大小 那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手机上 已经下载了天爱K歌 那我们把它打开 那当然你也可以像 下载像唱霸啦 K歌达人这些类似的APP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对大家做个简单的示范 那这里我们下载了不少歌曲在这里 那不少歌曲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呢 就点选一首歌来 为大家做简单的示范 那在车子上使用的时候呢 车子都会有一些 车子音响呢 也会有一些 音效可以控制 那我们可以控制车子的重音啊 高音啊 来做一个比较完美的控制 那在手机的部分呢 我们音量尽量看到全大 全部最大 每天就会有交错 我们人家被契纹 哪里有情的少年家 小的话 那里有情的小的话 那里有情的小块 好 以上就是我們簡單的示範 那詳細的使用辦法的購買方式還請大家參加網路跟通常的說明 謝謝各位